同学们,毕业考试的时间定下来了。 定于本周五上午八点半,进行你们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考试。 这次考试不但要进入你们的学习档案,而且是你们小学生初中推优的重要依据。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高度重视这次考试,以优异的成绩为你们小学阶段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期盼已有的考试,终于要到来了。 考吧,无所谓,反正是义务教育。 总会有学上的。 今天周一,老师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同学们能够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疲劳,发挥出你们最好的成绩。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讲课。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在语文考试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大Q,你带回来的资料,越来越没有价值了。 博士,这事我也没有办法。 最近不平凡很少做梦,就算做梦,梦里也没有牛庄客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博士,您还记不记得不平凡那个小闹钟? 小闹钟,就是你们上次拿回来的那个小东西。 我已经研究过了,没什么价值。 上次拿回来的是假的。 假的? 真的,还在不平凡的家里。 你是说不平凡的梦跟那个小东西有关系? 不是我说的,是棒棒说的。 有一次啊,棒棒和不平凡的谈话被我监听到了。 解释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必要把那个小东西拿回来仔细研究回去。 我这次去把它偷回来。 偷? 这个词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对不起,我们是科学工作者,不是强盗,更不是小偷。 这次,我要让不平凡自己把东西送回来。 您的意思是, 你知道不平凡他们要考试了吗? 对,考试就在本周五。 你知道什么叫考试综合症吗? 没听说过。 考试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 这种心理疾病在一定的磁场条件下会传播得非常快。 不平凡的同学如果有一个出现这样的症状, 那么他们班的同学很有可能都被传染上。 博士,我还是不明白。 你只要按我的要求去做,为了全班同学的成绩。 不平凡,不平凡,自然会来求我。 到时候,我们想让他配合我们做什么实验,他就得配合。 这样的结果不比一个小小的闹钟更有价值吗? 。 博士,博士英明。 如果没有我Q博士, 宇宙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疼疼。 小心。 疼疼。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我没有生病。 那就好。 你手这么凉,快去医务室看看嘛。 我不去。 听我的,马上就要考试了,你千万不能生病。 走,现在就去。 小心。 走啊。 小心。 你把这个微型刺场发声器带上。 在不平凡他们教室里,找个地方藏好。 然后。 然后怎么办? 然后你就出现在不平凡面前。 我想他会求你帮忙。 是。 彤彤,你还有哪儿不舒服? 我有点儿胸闷,还有点儿恶心。 可是,刚才校医已经给你检查过了。 说你的心脏没有一点儿问题。 小夕。 你想说什么? 我告诉你了。 你不许笑话。 不会。 咱们是朋友,我怎么会笑话你呢? 你无聊。 害怕。 害怕? 害怕什么? 考试。 我害怕毕业考试。 一想到周五的考试,我心里就喷喷着跳。 你原来考试前也是这样的吗?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小夕,我真的好害怕。 我现在的脑子好像短路了一样。 这些天复习的内容,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 小夕,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没预见过。 要不,咱们去找山光老师吧? 或许她有办法。 我不想让我小夕知道,也不想让同学们知道。 我觉得我自己好没用。 眼看就要到关键时刻了。 我怎么会这样啊? 别急,别急。 今天晚上回去好好地睡一觉。 或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但愿如此。 小夕,你真好,我真羡慕你。 心理素质真高。 彤彤,别想考试这事儿了。 走,咱们一起玩去。 好。 五,六,七,八,二。 彤彤,我在本杂志上看过, 上面说跳舞可以还给人的精神压力。 小夕,你真好,谢谢你。 不用客气,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我们去跳舞吧。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二,三,四,五,六,七,八。 彤彤,你们怎么了? 我有些头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送你回家。 没事,我自己能走。 记住,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睡一觉。 嗯,再见。 慢点儿。 慢点儿。 彤彤她怎么了? 没事儿,她有点儿不舒服。 明天早上就好了。 来,大家继续练吧。 赶紧练,赶紧站好队。 咱们继续练。 来啊。 养兵千日。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用兵一时。 对了。 小布,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没那么严重吧。 轻敌,太轻敌了。 我再给你讲一下考试的重要性。 别,别。 在学校老师给我讲,在家里你又给我讲。 嘿,这次考试的重要性,我已经深深印在脑子里了。 明白就好。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取消所有的娱乐活动。 可是,我们老师要求劳逸结合呀。 对呀,是劳逸结合。 但是呢,以劳为主,义为辅。 否则的话,为什么不叫一劳结合呢? 妈,您太有才了。 劳逸结合都能被您解释成这样。 常言说得好啊,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你们班前几名啊,他们的分数可能只差零点几分。 如果你现在好好学习,多寄些东西,到时候第一名很可能就是你,小布。 妈。 妈,您别说了,我磨枪去了啊。 好。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啊。 专家说了,保持一定的压力,能让他在考试当中发挥最好的视频。 但我什么也没说。 是劳逸结合,还是一劳结合。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本来说。 不要对我说,不要劝我做。 我也不想说,我也不想做。 人阵磨枪,不快也不光。 只有压力,手里没有枪。 以及戒备,简直太荒唐。 如此压力,我该怎不想。 什么人阵磨枪,什么不快也光。 在我脑袋上,直接猜献生枪。 什么事的,我都能做。 我说,不想做。 我脑袋上的帅。 我可以说。 你都能做什么事。 我可以做什么事。 我面对决定的帅子。 我ß你。 我对你给你们做点。 我可以做什么事。 我看你做什么事。 我看你做什么事。 我帅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圈都黑了 眼睛里都是血丝 彤彤 你昨晚晚上失眠了 一宿没合眼啊 幸好没失了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马上就要上课了 你们怎么不回教室 不平凡 彤彤昨晚晚上失眠了 别说啊 失眠 平安无故的怎么会失眠呢 没事 快上课了 走吧 走吧 走 我说 你怎么办呢 彤彤 我好像有点心慌 大脑是不是还有些短路的感觉 对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和你的症状完全一样 我们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奇怪了 我从来都不害怕考试的 这次是怎么了 是不是 昨天妈妈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一想到考试 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 怎么回事 昨天我还在劝解彤彤 今天为什么我也开始心慌了 震静 我是班长 我一定要震静 千万不能让同学们看出来 看出来 他们都干什么 说什么心慌意乱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同学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老师 我一想到周课的考试 我就有点心慌 害怕 段小夕 到 是不是有哪个同学 在班上说什么了 没有 从开始早读到现在 没有一个同学提到考试的事 同学们 现在感到心慌害怕的同学请举手 你们 你们症状都一样 一样 你们不要动 我现在马上把这个情况 向校长报告 这是考试综合症的表现 考试综合症 考试综合症呢 就是对预期的考试 紧张恐惧 无法自行调试的一种心理疾病 由于心理压力过大 会出现烦躁 焦虑 恐惧 这样的情绪 那表现在身体上呢 就会出现心慌 胸闷 手脚冰凉 甚至是恶心呕吐 那校长 这种心理疾病 该怎么治疗啊 目前最好的调试方法 就是减压 减压 比如说 你可以让同学们在课堂上 剪剪笑话 做做游戏 小明的爸爸抱怨着 见鬼 我的表 怎么不走了 小明的妈妈说 也许 该送到钟表店洗洗了 在一旁的小明 不紧不慢说 没有用的 我今天早晨 把它打开 就是这样 把它放在脸盆里 把它刷得干干净净 太好笑了 真的吗 不紧烦 你上来给同学讲一个笑话吧 我也讲一个小明的笑话 有一天 老师问小明 小明 地球仪为什么是倾斜的 小明说 报告老师 报告老师 不是我弄坏的 早上 我尖叫事实 他就是这个样子 看来这个方法不管用啊 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们Q博士知道你们班的同学病了 专门派我来帮你们的 Q博士在Q星球 而我们在地球 我们之间那么遥远 他怎么知道我们地球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Q星球的科技那么发达 只要我们Q博士感兴趣的 他可以知道宇宙中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啊 他 他和你是好朋友 你们是合作伙伴啊 好朋友 他上次差点把我害死 要不是老丸童爷爷和棒棒出手相助 我恐怕就不在这个人事上了 情况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一切在Q博士的掌控之中 博士是想让你充分体验了超人的乐趣之后 再帮你恢复常态 没想到被好心的老丸童先生给抢先了一步 你说的是真的 我从来没骗过你啊 那好 我再相信你一次 这次你准备怎么帮我 帮你们治好了考试综合症很简单 考试综合症 对 你们班的同学 包括你自己 染的都是同一种病 考试综合症 我明白了 治疗考试综合症 Q博士是很有办法的 完全可以压到病除 只不过上一次你没有遵守和他的约定 上一次的约定 对啊 你们约定好的呀 他帮你成为超人 你配合他做梦的研究啊 哦 他还想让我配合他做实验啊 不仅如此 他还想让你亲自把那个小闹钟给他送过去 闹闹 对 只要你把闹闹给博士送过去 我就帮你们治病 你们这是要挟 不 我们是在协商 因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博士也不敢轻易相信你们之间的约定了 那好吧 让我再考虑考虑 好 我等你的回话 记住 离你那考试可没有几天了 再见 我考虑好了 到哪儿去找你啊 到时候啊 我会去找你的 小博 小博 小波 时间不早吧 赶紧摔牙睡觉去 妈妈 你知道什么叫考试综合症吗 考试综合症 怎么了 我们班除了抬晓龙 包括我 全都换上了考试综合症 怪不得呢 我今天在我们医院门口啊 碰到你们上官老师 他看心里门诊 我本来以为是他得什么病呢 原来是给你们找医生啊 那我们上官老师 找到心理医生了吗 据我所知啊 得这种心理疾病的 只有靠患者自己来调节 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小波 你得考试综合症了 我看不像 妈 你儿子心理素质 还算是较好的 所以我的症状还不是太明显 我们班有症状很厉害的 连课都上不成了 比如说 彤彤 她总是觉得心慌 干什么事都集中不了精力 在这种情况下 考出来的成绩 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呢 太可惜了 六年的学习时间呀 就看周五了 多吉人 就看上官老师 能不能找到好医生了 难 昨天我把各大医院都跑遍了 那些心理医生 只是从理论上给我讲了 产生考试综合症的原因 但是像我们班这种情况 群发性考试综合症 他们都束手无策 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激烈过 校长 咱先别管什么教育了 您快想想办法 不能看着孩子一个个都这样啊 是啊 这样吧 你们班今天放假一天 你让孩子们回家 好好地玩一天 好 我这就去 哎 记着 千万别提考试两个字 还考试呢 我连测验两个字都不敢提 好了 去吧去吧 喂 你好 是去教育局吗 同学们 按照学校的规定 我们班今天放假一天 同学们 回去以后 不要再看书 也不要再做题 你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玩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怎么开心怎么玩 老师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啊 就是你们要利用今天的休息时间 好好调整好心态 用最佳的精神状态去迎接周五的那个 考试 离开考试这两个字 还真没法说 老师 不回去可以吗 你为什么不想回去啊 我们也不想回去 你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老师 我们在家里的任务 比在学校里的负担还要重呢 六个不是 太大了 有计划 十二个小段 有计划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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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 你知道考试综合证吗 知道 好了 不平凡 你接着说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班同学突然全都换上了考试综合证 你问问棒棒 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班同学 好 我帮你问一下 棒棒 你有办法对付考试综合证吗 有 太好了 不平凡 棒棒有办法了 你快让他告诉我 我们应该怎么办 好 我帮你问一下 好 棒棒 不平凡问你 他们应该怎么办 治疗考试综合证的办法就是 你快说 不平凡等着呢 治疗考试综合证最有效果的办法就是 取消考试 你自己跟他说吧 你们说什么呢 我听不清楚 你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不平凡 根治考试综合证的办法就是 取消考试 这也算治疗方法 考试的压力是同学们患病的根本原因 只有取消考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拿你们班这个情况来说吧 如果取消考试 我相信你们全班同学都能立刻恢复正常 我跟上班老师说说看吧 你们想的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 刚才呢 我给去教育局的领导打了电话 把你们班的情况对他们进行了汇报 请求他们对你们班实行黄考或者取消考试 那领导怎么说 领导很为难 因为这是全区组织的统一考试 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他让我做做你们的工作 尽快把同学们从紧张状态调整过来 我明白了 老师 别急 还有时间 我们再想想办法 哎呀 平凡 你为什么非要我过来啊 帮忙 福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这样 今天已经周三了 再不抓紧时间 我们把同学就全毁了 停 平凡 高科技也不是万能的 人体 生物的许多现象 都是高科技无法解释的 就比如说 我正在做梦的研究 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 就越有许多问题 我自己也无法做出判断 给你举个例子吧 你的梦境和牛转壳量 还有闹闹之间的关系 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 闹闹 对 Q博士也怕他的助手 来向我要闹闹了 你说什么 Q博士又在打闹闹的主意 不过 这次他要跟我交换 跟你交换 换什么 他说 我给他闹闹 他就给我们班头的治病 哦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一定是Q博士搞的鬼 耶 耶 帮忙 现在我们该给你办 今天晚上去你们教室看一下 如果是Q博士搞的鬼 就一定会在教室里做手脚 好 今天晚上等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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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博士 我有一个最新发现 快说 快乐星球的棒棒来地球了 我猜是不平凡请他来帮忙的 没有关系 一个小小的棒棒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是 博士 如果棒棒发现了你放在教室里的磁场发生器 那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 如果失败那么容易发生 还要我Q博士干什么 博士 我不明白 你们是机器人 有些事情不需要你们明白 你们只需要明白服从命令就行了 你明白吗 明白 不明白 往这边走 来 门锁了 来 让来 走 你明白吗 嘞 我听不懂 我肯定说是不如是你 你必须的 你必须得送我 你不算帮你 你风飞 你说你能不能帮我 投影椅子没有问题 这么高 我可以搬个道具吗 不用 原兄找到了 这个Q我真是太阴险了 考试综合症 这是一种心理疾病 在一定磁场下 这种疾病传播速度非常快 他把这个磁场发生器 放在你们班里 只要有一个人出现症状 全班人就都有可能被传染 我明白了 Q博士想让我们全班脱油肚的病 然后用这个事跟我讲条件 幸亏有我棒棒子 谢谢 谢谢你啊 没关系 你也祝人为乐吧 帮忙 明天我们全班同学 应该没事了吧 当然 一切OK 拜拜 拜拜 大小溪 富英凡 你站这儿干嘛 当之柔生啊 我在这儿 专门等咱们班同学 有事儿吗 我就是想问问 大家的考试综合证 好了没有啊 没有 越临定考试 我的心慌慌就越厉害 怎么回事 爸妈不是说一切OK吗 哦 大小溪还没有去教室呢 去了教室就好了 对 我回教室等着 富英凡 你发什么呆啊 没事 我回教室去 你不等人了 我 我改编主意了 回教室等 拜拜 莫名其妙 听方火将说 你又去了一次地球 哦 不平凡他们班同学 都染上了一种外病 叫做考试综合证 不平凡让我帮助他们班同学 老王同意 您猜我在他们教室里找到了什么 哦 找到什么了 您看 这什么 磁场发生器 教室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哦 是不是 老王同意 您猜对了 就是Q博士的人干的 这是为了 不平凡 对 成功老师 就是我有预感 应该是经过这一晚以后 他们应该 终于会好一点 我是这么个预感 行 你先回座位上去吧 同学们 这次我们班有这么多人 同时患上了考试综合证 我想问一下 经过昨天休息了一晚上 感觉自己症状明显减轻的同学 请举手 那感觉自己症状加重的同学 请举手 难道 棒棒骗了我 不可能啊 不平凡 老师 对不起 我想 我的预感应该是出错了 哎呀 老师 我肚子疼 我想上厕所 去吧 同学们 咱们班这么多人 都患了考试综合证 这在全国是十分罕见的 也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他们也派了专家来给我们做心理辅导 但是 很有可能专家会明天下午才能到 明天上午都考试了 下午来了还有什么用 又用 王校长现在一直在给上边联系 希望专家能够早一点过来 当然我们同学也要做好两手准备 帮忙 你是不是骗了 平凡我怎么骗你了 你说 你只要找到那个什么发射器就一切OK 可是 现在是一切照旧 不对 同学们的症状还更加严重了 应该OK 我OK 他OK 这里面一定有其他原因 我不想听原因 我要结果 我要结果呀 棒棒 你让我再研究研究 来不及了 我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不能看着全班同学因为我的原因而受到伤害 棒棒 谢谢你 你不用再飞行 平凡 你要干什么 解铃还需寄铃人 平凡 你不要 糟了 他去找Q博士了 事情 也许还没有那么糟 很好 你终于想明白了 那是因为你们做事太卑鄙 我是为了救我的同学 卑鄙无奈 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因为你上一次单方面的违约 我们Q博士不得不留一手 好了 不要那么多废话了 今天下午你就去治疗我们班同学 我把闹闹给你 好 我们一言为定 小布 小布 赶紧走吧 快上课了 你先去吧 我再等个人 再见 嗯 东西带来了吗 东西带来了 但是 你得先给我同学治病 我才能把它给你 你先把它给我 我再治病 你先给我们同学治病 然后再 你先把它给我 我再治病 你先给我们同学治病 不平凡 老丸童爷爷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所以先走了 拜 你 你不讲成细 老丸童爷爷 您怎么来了 叫我童教授 我是给你们同学治病的专家 太好了 您一来 我们同学肯定没问题了 老丸童爷 不 童教授 现在我就带您去见我们校长 不 我这个教授都冒牌着 见的人越少越好 那 您总得见见我们上光老师吧 那当然了 不见你们老师 怎么跟你们同学治病啊 高德博士 老丸童来了 你说什么 就是那个老丸童 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 不平凡和他一起去教室了 这个老丸童 我总有一天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的 老师 我现在怎么办呢 你能怎么办 你根本不是老丸童的对手 你快回来吧 是 学家伟 你觉不觉得他像一个人 是 我也看着很眼熟 是不是那个扮演老洋童爷那个演员 同学们静一静 同学们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德高望重享有盛名的心理学专家 童教授 好好好 同学们安静一下 童教授的时间非常宝贵 下面就有请童教授为我们做心理辅导 同学们好 我知道 这几天 你们心里边不太舒服 有人把这种不太舒服 叫做考试综合证 质量考试综合证的办法很多 比如 做深呼吸 放松训练 主动的做减压练习 或者参加运动 转移注意力 其实我认为 这些 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那么什么是治本的办法呢 那就是 取消考试 质 我知道 这句话说到你们心眼里去了 是啊 其实考试这个事 不给我管 取消考试 我说了不算 谁说你说了不算 在快乐星球就没有考试 其实考试 说难也不难 关键是要有自信心 也许同学们心里会说 你这个老头子 站着说话不要疼 自信心是你们家的 说有就能有 你们还别笑 我从大老远的来 就是为了给你们治病的 不亮出点薛招 我也对不起大家 你们看 这种药片 这种药片 是我经过多年研究 并且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 它可以百分之百的增强你们的自信心 如果不信 你可以上互联网去查 搜索佟教授和他的自信药片 看看疗效怎么样 上官老师 可以把药发给同学们了 行 我们可以当场把药片吃下去 好 来 彤彤 把药片发给我 好 大家把药吃下去了 你们的病 好了 祝你们明天取得好的成绩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再见 按照您的意思 佟教授和他的自信药片 这网页已经添搭到所有的搜索引擎上了 好 考试完了 立即把它删掉 明白 老顽童爷爷 您给他们吃的是什么 维生素 有时候心里暗示 你药物更有效 不算吧 不明白 你上网搜了没 查什么呀 同教授和他最自信的药片 网上说 这药的效率 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每一篇要卖一千多块 真有这事 怪不得这么神奇呢 原来真是高科技 你别说 我一吃下去 这病全好 我一吃下去 早就知道 我能够捉到月亮 我将用无数的梦 撑起无数的墙 用勇敢和只会做我的穿墙 要这月亮穿 试向远方 如果 我能够捉到月亮 我会用蜡笔 划出银河的气势 我会用算数 竖清所有的心情 把最亮的一颗 待在胸上 再见了妈妈 请问我就要愿好 别为我担心 我有快乐和只会的墙 当你醒来 千万别投诉别人 我正要这月亮穿 在银河上远航 再见了妈妈 千万我就要远航 别为我担心 我有快乐和只会的墙 当你醒来 当你醒来 千万别投诉别人 我正要这月亮穿在银河上远航 啊 完了 终于完成了 明天就是宇宙科技大会的日子了 老玩通爷爷带你去参加科技论坛 你心里有把握吗 按道理说 我们的研究课题应该算是完成了 陶小龙 你坐下吧 老师 我是不平凡 你看我这记性 你好 卢森堡同学 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你能谈一下现在的感受吗 我现在心情很复杂 既兴奋又担心 还有一些酸子 心情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呢 马上就要离开生活六年的母校 老师和同学我真有点舍不得 怎么样 我们的研究结果怎么样 还是没比上Q博士